我們又回到這部電影 K 你看見那個造型 顯金髮 你還不喜歡 很切合你在裡面一個rock裡的形象 會是這樣的 很少見 你是否一直保持金髮 那種金髮你會發現 你是一個很留意潮流的人 溝通道 因為現在流行的金髮是冷色系 退白一點 灰灰的 我看得出是八、九十年代偏黃的金髮 為何要這樣做 是我的要求 因為我想說 其實可以修改靚一點 可以修改現在這些仙女系 但我覺得那個角色不是這些 如果你根據他的年紀 他應該是八、九十年代開始 很想念爸爸 開始學音樂 開始彈結他 在那個年代開始接觸那個年代的rock友 他的打扮其實也是有年代感的 即是穿BangT 其實現在的女生不是這樣穿 你也不是這樣穿 我也不是這樣穿 所以我想他在形象上也有一種stubborn 或者不要說stubborn 是很堅持 口水多個浪花 等你埋位 今天Ice Breaker請到一部電影的三位主角 上來跟我聊天 這部電影叫做四拍四家族 現在坐我旁邊的有鄭安琪 是女主角 是 有一個在戲裏做來同父異母的妹妹 就是Anna Hitzberg 對嗎 Anna Hitzberg 還有在旁邊的是Manson 張俊喬 三位好 謝謝你好 導演非常負責 寫了他如何很艱辛籌備這部電影 等齊你們的演員等了八年 除了Kay之外 還有幾位主要的演員 不如你略略說說故事和其他演員 和你們的relationship是什麼 好啊 我們這部電影叫做四拍四家族 裏面主要的演員有四個 其實都是四個不同的generations 例如我爸爸是Teddy Robin 他也是音樂人 我就是第二個階層 我自己代表中年的年紀 然後我有一個同父異母的妹妹 我們從來沒見過 因為我爸爸是離開了家 Teddy Robin 扔下了我們母女 去了深圳生活 組織了另一個家庭 就生了這個女兒出來 所以其實我們從來都沒見過 突然間他就回來 他帶著這個女兒回來 為何會回來 有原因的 就是故事開始的時候 但觀眾會見到局面很尷尬 就是在一個喪禮裡 我戲裡的媽媽就過世 在火化場那裏 我帶著我兒子 我兒子就八歲 就處理喪事 誰知我爸爸就帶著他的女兒 來到火化場 頭一場就是這麼衝突 大家就相應 我就會覺得 你選擇今天回來 總有些原因要令他急要回來 這套戲就由這裏開始解釋 這家人究竟發生什麼事 其實主子除了講家庭的問題之外 亦跟音樂很有關係 因為講了四拍四家族 講你們的家族很有音樂細胞 簡直是做了一隊family band 非常之開心 這套戲就是Teddy Robin 你剛才介紹的 你的爸爸隔了八年之後 就叫順利開拍了 你覺得有什麼感動到你 你很少拍戲 很少 為什麼你接這套戲 其實一開始八年前的故事 不是這樣的 那個故事是聘請我做太太 故事的主線其實是父子情 八年前已經跟你談 是父子情 他也是爸爸 他做爺爺 他會有個兒子和孫子 三代人的感情 都是家庭倫理劇 不過是瘋狂笑話 瘋狂笑料 他就想邀請我飾演戲裡面的媽媽 我也很感興趣 因為我也很想演笑片 誰知道等他們開拍 聽說他們好像劇本有改 籌集資方面也有很多遭遇 我發現他們的故事也改了很多 他們幾年後再找我 四年前再找我 已經改了 主線現在改了是父女情 變了父女情 老公沒有了 可能導演也大了 我要介紹導演 是一位女導演 賴恩慈導演 他八年前找你 可能他也是小了八年 四年他可能也有轉變 他突然有一種觸動 很想講婦女情 戲裡面多了很多關於音樂的東西 因為原本是一個瘋狂的喜劇 跟音樂無關 後來他再改了之後 戲很重 就在Teddy Robin和我這對父女 想講我們兩個都是音樂人 從這裡開始發展 開始儲其他角色 這八年裡面很厲害 我們還等到我們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演員出生 他九歲一晚拍這部電影的時候 他是非常重要 一會兒我們會談到他 他是一個天才小古神 他的節奏感和打鼓的天分很高 所以這八年突然遇到他 是一個很奇怪的緣分 但也造就了這部電影 真的向著音樂這個方向去做 內何因為Riley Riley 只有十歲 她要上學 今天上不來接受訪問 但不要緊 我們有在戲裡面 你的同父而母的Anna 這套就是第一部電影 為何會選擇你 緣分很有趣 因為本身導演最初找我 當時我還未正式發行過任何音樂 我只是在YouTube上 upload一些片 我第一首上YouTube 就是我彈著Bass唱歌 一首我自己寫的歌 又很神奇的導演竟然看到這些片 導演找你很久了 導演說在香港 他一定要找那些角色 一定要懂音樂 唱要懂唱 彈Bass 不可以說是假的 他說原來找一位女士 懂得彈Bass 在香港是很難的 很難的 找到你了 再加上年齡上面 我想在這個年齡層比較少 應該三年前開始她聯絡我 很想用你這首歌 作為樂言角色的主題曲 樂言是我的角色 其實三年前一直都是在聊 我為這部電影作一首歌 或者給了這首歌 因為其實彈Bass的女生笑 彈Bass的女生再加上唱歌 唱著歌彈Bass就笑 因為多數都是吉他加上唱歌 所以一直都是聊音樂上面的東西 但到後期 我想應該真的比較難找到一個 彈Bass的女生 我們Cast了很多人 Cast了百多個吉他手 所以之後導演就說 其實你這個人都幾次樂言這個角色 你有沒有興趣拍 所以就是這樣 這個契機 我就參與了這部電影 一閘思問你的感受是怎樣 因為我們還有Manson Manson你是第幾次參與拍電影 我數過應該是第八次 我第八次的 你比我多 但大部份的角色都是客串 可能出來經過 看你英俊 這個無所謂 我覺得你始終是一個新人 多一些經驗 無所謂 但這次呢 這次的角色會不會重一點 這次的角色會重一點 我猜導演除了演員真的懂音樂之外 連拍攝也要懂 因為我的角色叫Harry 他是一個剛剛從美國導演電影回來的 一個畢業生 一個滿懷熱血的年輕人 他回來想拍一些故事 因為我以前也是拍攝的 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導演就選了我去做這個角色 你說你是拍攝的 即是你是 開機拍攝的 是嗎 你的出處是怎樣 我的出處以前是會拿著機 到處去拍片 然後自己剪完 所以我做歌手之前 有一段時間是做一些電影making of 一個人拿著機拍攝 自己剪完交貨 所以跟Harry的連結很相似 現在你是一位歌手 我現在是一位唱作歌手 好 我們又回到這部電影 K你 我看到那個造型 顯金髮 你還不喜歡 好像你在裏面 一個Rock女的形象 會是這樣 很少見 你是否一直保持金髮 那種金髮 你會發現 你是一個很留意潮流的人 溝通到 因為現在流行的金髮 是冷色系 退白一點 灰灰的 我看得出 是八九十年代 偏黃的金髮 為何要這樣做 是我要求的 因為我想說 其實可以整美一點 可以整美一點 現在這些仙女系一點 但我覺得那個角色不是這些 如果你根據他的年紀 他應該是八九十年代 開始很想念爸爸 開始學音樂 開始彈結他 在那個年代 開始接觸那個年代的Rock友 他的打扮其實也是有年代感 穿一些BangT 其實現在的女生不是這樣穿 你也不是這樣穿 我也不是這樣穿 所以我想他在形象上 如果人也有一種stubborn 或者不要說stubborn 是很堅持 堅持自己的一種風格 還有堅持他喜歡的東西 那頭禁法 是真正的 很多人說是假髮 是真的 是我自己的頭髮 為藝術而犧牲 之後要剪掉 好 好 Anna 問Manson 你和這位也是前輩 談合作 第一次拍戲的Anna 那個心情是怎樣 我想初時還沒有很感受到 真的發生什麼事 覺得去到片場我要做了 跟劇本做 跟志士做 沒有太深感受 但到後期 可能因為本身是一部家庭電影 大家亦因為很多不同場景都熟落了 加上我沒有一個演戲訓練的人 我純粹是因為我懂音樂 才可以參與這部電影 所以到後期開始感受到演戲是怎麼回事 我想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一向對演員都很尊重 但現在是超級尊重 因為真是一件很難的事 因為我一直演下去的時候 發現樂妍這個角色跟我本質上很不像 我覺得要抽空自己的所有自身的很多想法 去完全做那個角色 我覺得這件事是一個專業來的 是一個很難的事 所以我覺得做演員是大家都很介意 誰能幫到你 導演和K有沒有幫到你 全部人都有幫到 我導演和K當然有 演員的交流上我都學到很多東西 Manson 你的角色是怎樣 除了你說是拍攝 和他們這個家庭有什麼關係 我的角色是去到後段一點才會融入 加入回到這個家庭 因為剛才說到Harry去了外國讀書 他和K飾演的Kat的關係 其實就由Harry的哥哥開始講起 Harry的哥哥其實就是Kat對Ben的前古佬 為什麼是前古佬呢 就要進戲院看 不可以劇透 不可以劇透 所以Kat對於Harry的存在 就好像一個偶像 和一個很親切的大姐姐 所以他畢業第一件事就是想回來看Ben 4 很想看他們的表演 因為他們的音樂陪伴著Harry成長 而K在現實都是一個很親切的姐姐 因為我記得有一次我們休息的時間 我就問K一首關於我小時候很喜歡他的歌 叫做The One and Only 是英文歌 Kat就馬上很開心和我分享 當時他做這首歌的心路歷程 和第一首歌是怎樣做出來的 有艱辛也有很好玩的地方 所以那次是我們第一次聊天 我記得 你們在裏面做一個音樂的家庭 是不是要配樂樂隊的 真夾的 我們之前要練歌 我們之前在Studio 在Teddy的樂隊房 我們都合了幾次 那天才的Riley 你們會給他些什麼評語 他是自動播的 他是不是也是第一次拍戲 他也是第一次拍戲 他也是第一次拍戲 很自然 是不是因為是弟弟歌 所以沒有那麼多事情想 或是什麼 他除了音樂天分很高 他是智商很高 他和情緒智商也很高 他是一個很old soul 你現場覺得他不像一個小孩 他表現很淡定 叫他做什麼都做到 怎麼發現他呢 他是Teddy的男人 9歲而已 因為Riley 其實他叫Rondy Rondy的 Riley就是他裡面的名字 他自己真實的爺爺 就是和Teddy是樂隊 所以他會跟爺爺去樂隊 爺爺就介紹 他說Teddy 你看我孫子 我孫子很厲害 他手鼓 然後叫他彈 然後變成小孩和Teddy合樂隊 每個星期都合樂隊 我們之前練歌 都約了去Teddy練歌 原來他主要是想快點練歌 之後就和Teddy合樂隊 他是很棒 他真心喜歡合樂隊 幾歲子已經 他也是第一次拍戲 很難得 可以湊夠找到你們 我覺得很難得 好像用八年來儲這些Cast 因為不單止是你 Anna Manson Rondy Teddy Robin 他也reserve了很久 而且他也沒有放棄 當他們決定要做一部 以音樂為主骨幹的電影 其實資金是難賺的 他說了很多次 但他也不放棄 這次其實也很厲害 他也找了好幾間大的公司 一起集資 這部電影 要集資 但出來的效果 令到每一間公司都很滿意 我想問一下Anna 很少女生玩Bass 我們剛才也說 相當之難找 為何你會選擇這個樂器 因為有型 有型 其實是因為我以前 我自己不太喜歡做Frontman 雖然我現在變成唱作歌手 自己製作自己唱 但我以前十五十六歲 和樂妍的角色很像 十五十六歲開始學Bass 那時候我只知道自己很想做創作 但不確定自己喜歡什麼類型 但我又不喜歡站在前面 又不喜歡被人認得 我有小話說 那時候就彈Bass 因為Bass 但每一份人都不知道 這數字很沒有東西 你們correct我 如果我說錯 很沉 對 普通的觀眾都不會知道存在 不太覺得 但很重要 但有貢獻到 自己喜歡這個崗位 所以想當天就選了Bass 那你現在會不會不喜歡Bass 其實我真的小彈 這幾年小彈 因為自己學了其餘製作 在電腦製作歌方面 可以做更多東西 所以我放下Bass這個樂器 但到了去年年尾 突然說我們要開拍 然後再重拾 Manson呢 音樂和演戲 你會比較喜歡哪些 很難選擇 對我來說 好像吃飯和喝水 因為音樂 形容得這麼好 他很懂得說 我看得出來 做了很多功課 為了唱歌的時候 又會好像演戲 那些歌詞 就會好像台詞 那你就要很有感情去唱 所以我覺得兩件事 是很接近的 是同一件事 其實現在你也是同時 在做兩件事 對 你也是那些 slasher 對 是 商業電台節目精華 日日放鬆 即刻like share comment 再在YouTube按個鐘仔 訂閱 想隨時隨地聽回 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 商台節目重溫 放鬆 放鬆 演員 快點 recognise